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这部奇书《红色赌盘》的第十章 在这一章里,可以说是我们讲的前前后所有的这些章节里面 应该是最精彩的一章之一 为什么? 中国的特色,中国的迷人之处就在于 他每一个层级,社会的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级别的人员,每个阶层 不管是商人,政客,还是各级别的官员 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套路 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沈栋在中国活色生香的那几年 他是怎么跟各级官员打交代的 尤其是他的老婆,前老婆段伟红 拿下了机场首都航空城这个大通关项目以后 可以说活儿,这个张活泪活儿就落到了沈栋身上 因为沈栋是公司的CEO 他必须要把这个项目搞成 所以他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搞定了150个章 这后面有几百号人 这里面的辛酸血泪,这里面的花红柳绿 都可以从这一张得到一些可见一斑 第一个人物要介绍的叫矿芯 矿芯啊,人称矿老爷 级别不高,只是民航总局机场建设处的处长 后来啊,因为机构合并,他弄到了发改委 同样担任一个类似级别,类似一个性质的一个职务 级别不高,只是个处长 在民航总局乃至在发改委的时候 这个矿芯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必须要和底下两个副处长 呆着一个办公室,因为他级别不够 但是,这个矿芯也,史称史上最有权力的处长 为啥?所有中国的机场建设 除了民航总局报备以后 还得通过发改委审批,同意,才能往下进行 除了建设机场,还有个什么? 还有就是各大航空公司购买飞机 都得经过矿处长 你说这个权力有多大? 那么当时正好中国也是正在迎接奥运会的到来 所以机场建设,这个蓬勃发展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 那据沈栋回忆 当时他们开始搞这个大通关项目 搞首都机场这个项目的时候 中国只有120个机场 等到几年以后他们把这个项目卖走的时候 中国已经有了180个机场 很短暂时间内增加了60个机场 矿处长,矿老爷 就是要批准这其中的每一个项目 虽然他只是个处长 但是各省的,比如说副省长 更不用说这机场所在地的市长,副市长,市委书记 那都比矿老爷级别要高 但这些人都千方百计跑到北京来 能够渴望见到矿老爷一面 那就是感恩戴德了 因为只要矿这一关过不了 你这个机场项目就批不了,就没法动 那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的这些官员来讲 能搞一个机场 那跟修南京长江大桥和阳浦大桥似的 那都是标志性的项目 走到哪都响当当的,这种属于政绩里面的皇冠 所以大家都拼命的跑到北京来巴结这个矿老爷 矿老爷啊,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人啊,能力很强,协调能力非常强 说话,写文章能力都非常强 那在民航界是有口皆碑 但是啊,就因为可能是权力太大 也可能个人素质真不错 他瞧不起这些到北京来跑,让他来办事的这些人 所以,他的办公室没外啊 就里三层外三层,排了好长的队 都是各省,等着来见他的高官 他呢,还故意会来事 他把他自己办公室啊 他这个布置啊,位置啊,安排成这样了 他一个人面对着墙,背对着门 所以每个人进来的时候 这个邝处长,邝老爷,都不起身迎接一下 甚至连握手都不握 握的时候,按沈栋的说法 那个手啊,也像个死鱼一样 又冰凉,又无力 那意思就是,我赏给你这个握手 你赶紧握一下吧 他甚至连你好都不说 你看,他有多傲气 他有多傲慢 所以你看,哎,段月红和沈栋就赶上了这么一位 他必须搞定邝老爷 他们自己机场内部的项目啊 他这个大通关啊,才能接着进行 为啥?原来咱们上一章不是说了吗 顺义和首都机场原来对这块地的规划 各有各的小九九,规划的不一样 那就是,哎,顺义啊 要围着机场修一个高速路 机场和高速路之间再往外 那就是通货通人都不方便 那现在既然搞了这个盒子公司 省动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打通 任何货物 大宗的货物从国外进来以后 或者从国内进机场想到国外 他都不需要出这个机场 从机场直接进货舱 那想做到这一步 就必须把这个高速公路给他废掉 那这里面改规划 弄机场这事 邝老爷不点头 他就举步维艰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 段伟红和沈栋就开始天天做这个邝老爷的工作 整天带他出去吃饭玩 但是这些官员 你说地方上省来的省里来的那些大员 省委书记省长还有这些住进班的人 那不得天天请邝老爷吃饭 他也没功夫去啊 请吃饭根本就不是个原因 只能说是个由头 邝老爷同意陪他们一块出来吃饭 那就说明这夫妻俩不一般 可能啊 我估计啊 书里没写 首先他知道 这俩后面 是温总理的太太 这事又不一样了 再说呢 这个项目啊 从国家层面 从总局层面已经批准了 合资公司嘛 是不是 机场加顺义 加这个神栋和段友红夫妇 所以最后这个事啊 恐怕还得过啊 所以邝也不愿意成为 让这个项目死在自己手里的这么个罪魁祸首 那他这个责任就大了 但他呢 也不愿意轻易让他过关 所以这俩就陪着他吃喝玩 但是邝网也有个爱好是啥 喜欢中国古典诗词 地方那些大员 到北京来 不敢跟他聊这个天 不敢跟他唠这个课 那有点怠慢他 但是你看 段宏和沈栋就敢 为啥 段宏本身就是好像是搞中文的吧 我们前几部 前几集里面都说过 他的中文底子非常好 引经据典 动不动就引用孔梦 引用杜甫李白 张口就来 哎 邝老爷 喜欢中国古典诗词 哎 他时不长的 在吃饭的时候 和这个段宏和这个沈栋 他就甩两句诗出来 哎呦 他每当说的时候 沈栋就大惊失色 赶紧说 哎呀 邝署长 你的文化水平太高了 哎 你看 这个一个段愿打 一个愿挨 这个千臭万臭 马屁不臭 邝老爷 听着 心里也非常痛快 因为没人这么夸顾他 所以你看我估计啊 当时沈栋在北京 哎 他俩坐车 陪着矿来坐车去吃饭的时候 路上 扑腾扑腾 前面的车冒黑烟了 他赶紧来一句啊 日照香炉生紫烟 他赶紧快 哎呦 文化真高 过一会儿 看见哪儿 那个水龙头漏水了 赶紧来一句啊 仪式跨 瀑布 挂前穿啊 金赛所撒尿 呼噜呼噜往下流啊 他赶紧来一句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仪式银河落九天 反正沈栋啊 就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不怕肉麻的 去吹捧 邝处长 这也是这个 这些商人在中国啊 莫怕滚打多年 总结出来这个经验 那就是啥 对待领导 要像对待女朋友一样 千万不要嫌赞美 听着肉麻 永远不会肉麻 你可得就是夸 保准没错 当然了 除了聊天 除了引起文学上的共鸣以外 该送的也得送 所以你看 这个沈栋和他老婆 时不常的 也给邝处长送些珍贵的礼物 比如说十年茅台啊 后来 邝处长流露出来 他还喜欢红酒 那这是沈栋的长相 喝过羊毛水 知道红酒咋回事 给他介绍几款好酒 买一些 终于把邝处长拿下了 但是拿下不久 2009年12月 国家媒体报道 邝处被查了 被判了十年 相关消息 我们也查到了 但邝处这个人比较神秘 在网上的信息里面 我们只查到了一条 就是他被抓的那一年 据中方的媒体报道 也是别人把他给举报了 谁举报的 我估计 那就是那些到北京来 千里迢迢过来 邝处连个微笑都不给人家 连个你好都不说 请吃饭更是不去 机场就黄了 那些领导转身回去 就写举报信 这是百分之百的 我估计邝处就毁在那些人手里 那邝老爷 只是他们要将机场这个项目 往前推进 需要搞定的人物之一 这个民航总局 发改委 这肯定搞定 那就是邝新所在的部门 还有谁 当然就是海关总署了 因为你要搞保税区 你要把保税区和机场融为一体 那海关总署 铁定了 是你一定要过去的一道坎 当然在国家层面 我不刚才说了吗 已经批准了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项目就能一帆风顺 每一个职能部门 每一个手握一定权力的官员 从司局长到处长 甚至到科长 他都有这个能力 让你这个项目走不下去 这儿他就碰到了一位 叫杜平发 我们查一下中文媒体 还没有发现这个人名字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 有人神通广大 这我们已经意识到了 如果谁知道这是谁 欢迎你把中文名字给我们 是海关总署的一个中级官员 这位也想在他的职位上 留下自己的legacy 留下自己的丰厚的遗产 比如说将来他退休了 人家提起来 你看当年这个段友红 沈栋搞这个大通关项目的时候 幸亏这个杜处长 给我们搞下了这些东西 我们海关人都得感谢他 为啥 杜平发在跟沈栋谈判的时候 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说 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海关总署的各界领导 没有远见 搞的这个宿舍楼 这儿一处那儿一处 分散在各地 员工上班也不方便 很多设施都比较成就 更不能集中发挥效力 这样 你们现在不搞这个项目了吗 你给我们海关总署 造一座新的办公楼 他们一共有300多号人 最好这些人都能集中享用这些措施 他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呢 让他们在规划里面 在建设里面 搞一个四万英尺的徒弟 建宿舍区 这里面有什么 要有健身房 要有正规的 可以进行比赛的篮球场和羽毛球场 要有室外的网球场 网球场必须上面是这个非常高级的塑胶的这个表面才行 还有呢 要能乘坐能坐下200人的高级电影院 还有要修一座宿舍楼 这个宿舍楼按照四星级酒店的标准来配置 还要修一个大宴会厅 每个宴会厅里面都有数量不等的这个VIP包房 让领导来这个接待各路的贵宾 还要修一个卡拉会厅 还要有一个老两层楼高的这个老北 就是这个前厅 杜首长把这些在喝酒的时候 办罪非罪之间就把这个要求给沈栋提出来了 而且明白告诉他 如果你不给我们搞这个新宿舍区 你就搞不了你的这个机场项目 你干不成 你看在这种情况下 再大的政治压力都不会让这个杜首长往前挪一步 为啥 因为他知道 这帮人反正有钱 你看沈栋 冬永宏 你有的是钱 多多加点算什么 而且我提这个要求不是为我自己 我是为整个海关 为海关事业 是不是 为整个的为海关人毛福利 将来这些修好了 那确实对海关来讲是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你自己去跟国家要预算 那凭什么非得给你啊 那要预算的多了 就得通过他们这个项目 把自己的目的给他塞进去 这样才能让这个事情办成 再说了 沈栋 段宏他们也聪明 张阿姨已经出面 帮你在国家层面都批准了 这就是个天大的忙 你怎么能因为你自己搞不定个科长和处长 你再找张阿姨帮忙 再找中央领导出面 人家就会觉得你这夫妻俩不识相 怎么回事 我都说行了 你们去搞定底下这些人不行了吗 你实在搞不定再来找我 但你说 这个不就是个钱的事吗 你能说搞不定吗 你敢说搞不定 你们俩就属于不懂事 就属于吝啬 属于没把领导放眼里 所以沈栋赶紧在计划里面又加了5000万美金 就这5000万就是用来修建海关总署的新的住宅区 当然这个事风险也挺大 为啥 你一旦开了这个头 别的部门都看到了 我去你看 人家海关多聪明 趁这个机会给自己修了个住宅区 你看多豪华 咱们得赶紧 于是就像文件了血腥的苍蝇一样 别的部门都过来了 那下一个还有谁 海关管金属口 金属口以后要咋的 要检疫 国家商检局也出面了 商检机构 商品检验检疫 说我们也得修 我们也得修四十楼 但是我们就不提这么大的要求了 你就给我修这个 修个什么吧 就修一个网球场 修一个大的饭店 然后用四星期标准 给我装修移动楼就行了 而且检验检疫的商检的同志 显得领导们 显得非常的高风亮节 显得非常的配合 说你看 从现在开始 沈总 你欠我们的 为啥 你看 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跟海关一样 离谱的要求 但我们不难为你 我们支持你这个项目 我们不要健身馆 也不要这个电影院 你就把这个有搞定就行了 我们绝不像海关那么贪婪 你看 就会这个事 沈栋 估计又得加个上千万美金 才能把这个事往前推进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投钱开始干了 沈栋 段永宏出了一千两百万美金 张阿姨答应出四百万 但这四百万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真的出资 没兑现 当然 沈家 段家他俩 还 那个 搞了很多的贷款 来干这个事 那么搞贷款的时候 他们跟 机场联合这个事 跟顺义联合这个事 显出来了巨大的优势 那就是 这里边有国有的合作伙伴 方便 为啥 大家忘了吗 上一集我们说过 那个喜欢赌博 这个意气风发 老当 这个 老当欲壮的 这个李培英 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李培英 真够意思 是个哥们 是个这个汉子 人家没有白当这个 董事长 他全力以赴的帮 段永宏和 沈栋 推进这个项目 他们专门给他 这个去搞贷款 因为私营企业去搞贷款的时候 你同样的金额 你的这个 银行贷款的利率啊 要比国企要高两个点 两个点 对这个大宗贷款来说 可就大了去了 所以那时候沈栋说 哎 这很明显 就是在任何一个环节 尤其是遇到钱 这个贷款融资的时候 国有企业 人不但是这个 身强体壮 人家本来底子就好 哎 拿贷款 这个利息还低 啊 民营企业就没这个条件 哎 这个时候 你看李培英一出面 再加上他们有国资 哎 人家就用很低的利率 拿到了不少贷款 哎 这个事情 看来真是 万事俱备 只见东风 钱也有了 那东风也来了 那就开始干嘛 哎 沈栋终于放心了 但他没高兴几天 啊 他们这个破土动工啊 是2006年的6月29号 啊 这已经是 段伟红和 张阿姨 他们搞定这个项目 三年以后了 这三年就是搞这些账 搞各级的批玩 现在开始动了 他高兴没超过24小时 结果就遭遇了这个项目的第一个重大危机啊 在进入下个环节之前 我们诚挚的邀请您给世界的中国点赞 更欢迎您关注明镜火拍这个频道啊 我们会把最新的国际时事最有趣的书籍介绍给你们 谢谢 第一个危机来了是啥呢 李培英这个同志啊 马实前提也被搞倒了 他被查了 此之间的原因就是他赌博啊 而且赌得很厉害 他经常去香港赌博啊 一赌几天几夜不睡觉啊 同时他的权力也太大了 他他虽然叫首都机场的这个老大 他还控股 参股 全国40家机场 他都是头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也显示出来了 中国特色 因为国有企业里面 他有一个黄金定律 是啥 就是说 所有的国家 这些国企上面都有一个谁跑跑跑男的 是国资委嘛 这个国资委 国资委给下边这些企业啊 下指标了 就是说 咱们也得按市场规律办事是不是 你们所有的国企啊 每年给我交至少6%的投资汇报啊 6% 实际上聪明的国企啊 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刚刚达到6%正好啊 因为你不达到你国有资产损失了 那你要问责啊 你再责任大了 肯定得达到 但是达到以后说 你达的太多 别人都6.5% 6.1 你好吗 你一个公司 哪家公司 中石化中石油 今年搞了12% 那你麻烦更大 你比还玩不成这个指标 麻烦还大 那是啥 那别人就知道 你这个企业油水太大 你把公司搞得这么好 让别的国企的领导脸上无光 别人就开始搞你 就要开始告你 就要开始写你明信 就要找中纪委 举报你 再加上你 确实有这么个特伤害 就是赌博 终于中纪委 2006年底 把李培英给办了 李培英给办了 他呀 一直失联好几个月 一直到2007年1月26号 那就是在他们破土东宫 7个月以后 民航总局宣布 李培英不再担任 首都机场有限公司的 这个总经理 那意味着就是出事了 谁都知道 这意味着他出事了 但是这个事情奇葩就在于 他虽然出事了 虽然他不再担任首都机场的职务 但是他们在 沈栋和段友宏这个企业的董事长的职务 并没有给拿掉 他还是董事长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沈栋他们就遇到了天大的难题 因为法律上既然他还是董事长 那你很多事情需要他签字 你才能往前走啊 另外尤其是涉及到贷款 董事长不签字 这个款拿不出来啊 但那个时候问题就在于 像今天一样 像沈栋 他如果不出书 根本就不让他老婆死活一样 那个时候李培英一旦被扣起来了 没人告诉他 李董 李董事长在哪里 这就抓了瞎了 这种时候就体现出一个特点了 叫什么 坏事传千里 好事不出门 李培英被抓 沈栋和段友红夫妇这个项目 可能要黄 这个事就传遍了国内外 尤其是啊 帮他们进行搞工程建设的那些承邦商 那些人急了 因为一般都是电资嘛 一般都是先不给钱 干完了再给钱嘛 这个时候一看项目要黄 哎呦 这些承邦商 赶紧来找沈栋要钱 那怎么办 沈栋说了 我哪有钱 沈栋自己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最低的时候 别看这么大的项目 他们银行里只有15万美金的现金 没钱了 哎呦 那个时候沈栋 在书里说 他经常半夜醒来 全身冒冷汗 头发是一把一把的掉 哎呀 一摸一把头发下来了 一转头 老婆还骂他 说 这个项目如果失败了 咱们怎么办 咱们可怎么办 哎 你看 所以你看 这个这个 我估计这啊 也是沈栋和刀有红啊 到最后死活走不到一起去的原因 碰到这种急茬 碰到这种谁都没有办法 碰到这种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你得认啊 或者说你有更好的办法也行 哎 你说赶上这个时候了 刀有红 还集散伙似的 还好像先这个沈栋没出去 还整天这个这儿那的 哎 我估计沈栋当时心里搓火啊 也给后来的婚姻 后来的关系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伏笔 所以沈栋先生 这个时候 说实话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 对他的佩服啊 宛如滔滔江水啊 这个绵延不绝 为什么 这说明他真是条汉子 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就硬挺 咋挺 喝酒啊 哎 沈栋 反正 要做的工作很多 没钱不怕啊 经销商 这个建筑商上门讨钱 不怕 该喝喝 该吃吃啊 他天天接着陪别人喝酒啊 经常中午喝一瓶茅台 晚上再来一瓶 哎 他的肝 也经受了巨大的考验 可以说是啊 酒精考验 哎 命运没有辜负他们 终于 啊 事情出现了转机 为啥 他们不是拿了平安 一部分股票吗 2007年3月1号的时候 平安 在上交所啊 上市了 上市以后就一个的一个劲的翻啊 这个他们投入的啊 1%的这个股票就价值达到了10亿美金啊 当然按照上市的规定 你不能说你现在值10亿 你就想卖掉 有个半年的锁定期 他不准卖 但是他那边缺钱啊 机场那边缺钱 他赶紧就找了个买家 哎 把他的投资买走啊 即使这样 他们也能挣啊 4亿5000万 但是段小红这时候显示出来他的特点了 段小红说 不卖啊 平安的股票将来还会再翻 咱们卖了不就亏了吗 所以你看他们俩夫妻俩在看待同样问题的时候也体现出来了不同的一个风格啊 因为啥 沈栋他的方法是他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方法啊 你是这个如果平安在网上发你是能赚很多钱 但你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风险啊 因为当时正值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 沈栋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如果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这个资产的价格 就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啊 到那时候哭都来不及 想卖都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啊 一定要防范有远啊 做一部分对冲 先卖出一部分再说 据他的分析 像他老婆 这个段小红这样的 这一代的中国企业家 他没有经历过 经济寒冬 没有经历过经济大幅度的下调 这样一种啊 惨景 所以他俩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啊 最后啊 沈栋终于说服了段红 他们卖掉了三个亿的股票啊 就是赚了三个亿 然后呢 他们就把这笔钱 拿过来投到了机场项目 然后继续往前推进 哎 你看 平安这个事 太中强不锡强 救了他们 机场这个事 当然 谈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我们又得提到 沈栋先生上一集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首都机场项目 不涉及任何腐败 不腐败 那从这一集看来 不但不腐败 还对国家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啥 他们拿平安 卖掉股票 那是他自己的钱 这是沈栋和段红自己的钱 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钱 投入了这个合资公司 去推进机场大通关 航空城这个项目 哎 当时这个圈子里的人 都觉得这夫妻俩有毛病 哎 你旁边还有首都机场呢 你还有顺义政府呢 你们俩怎么拿自己的钱 去帮助国企 中文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从来没发生过 只发生过 这个私人企业不行的时候 要让靠国家帮忙 现在好吗 你们俩作为私营企业家 竟然掏钱帮这个 有两家股资股东的这个企业 渡过难关 你太有趣了 哎 你看这个时候 要从这个角度看 东小红和沈栋 关键时刻还真挺了国家一把 那么就了他们这个项目的 机场项目的 除了这个 我刚刚说的 卖掉平安股票以后 赚了一大票 有钱了以后 解决了资金周转的问题 还有一个项目 一个事情 也给他们一个大忙 帮了大忙 为啥 这是和中国所有的房地产项目一样 那就是 要搞拆迁 因为当地啊 有顺义的居民 在一些重要的交通干道 要修项目 修工程的时候 你得让他们搬迁 哎 这个时候可真不能搞那个 幽默化中国那一套 更不能搞这个 steerotype 我们讲叫什么 叫这个千篇一律 脸谱化 别人一提起中国搞拆迁了 就是什么 推头机 政府 强拆 门干 不顾民生 不顾人权 据沈栋说 完全不是这样 那老百姓 你以为他们傻吗 他们聪明 他们自从知道 这个 首都机场这个项目 要动 要动工以后 自然那种人可高兴了 那就是什么 有钱呢 多搞几栋房子 多买两套 或者多建两套 想进千方百计 站着大一点 因为他知道 不久就要拆迁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要拆 他就是不拆 而且里边都是顺义的居民 这个顺义区政府 也还有方分面的 这个资源 方分面的关系 他们也不能 悍然动用 这个推头机 是不是 那这个事怎么办 你CEO管去吧 因为这是 操作层面的问题 你沈栋当CEO 你就去解决 沈栋咋办 沈栋当时说了 想掏钱也不敢 为啥 他们因为有顺义和 民航这两个国有的股东 所有的账本 都向国资委开放 他没法做这个账 突然说 哎呦 我这个搬迁解决不了 我给一百 这个一百户人家 我一人发了一百万 花了一个亿 对不起 你这个钱 花不出去 国资委不允许 所以这就要成了一个 巨大的难题 又让他们碰到了蓝楼 解决不了 在这个时候 机会又来了 机会又来了 2008年4月的时候 沈栋带着一个这个 首都机场和顺义官员组成的考察团 来美国考察 大家也听这个 这个都会会心一笑 这种考察团 我们在美国加拿大看的太多了 当然这个钱啊 就是合作企业出钱了 到美国请相关领导来转一圈 是吧 这也是这个应有之意 你一定要这么办 不然就显得不懂事了 请过来玩一玩 当然 要有购物的成分 比如说 沈栋就给他们安排 参观考察美国的几个机场 还参加了一个民航业的一个会议 但是 这些领导来这 绝对是不是为了来开会的 到洛杉矶 人家 谢谢行李 就想着 赶紧去拉斯维加斯啊 因为哪有到美国考察 不来拉斯维加斯的 所以得赶紧去 哎 这个都安排好了 沈栋 就带着人 到拉斯维加斯 到拉斯维加斯 当天晚上 这些领导 没有一个睡觉的 都玩通宵 去底下玩这个 骰子 玩这个 各种百家乐 玩这个 老虎鸡 玩这个不易乐乎 玩这个通宵 但这里面有个人 非常的 关键 是谁啊 叫李友胜 李友胜是 这个顺义区的副区长 他负责啥 他就负责 土地拆迁 管规划 管拆迁这些事 但是人间的时候 和李友胜 和这个沈栋 他们没这么熟 所以这个事情呢 还是由沈栋为主 往前推进 所以他拆迁就拆不动 这次也把李区长带来了 到处走一走 玩一玩 但李区长 这个 生产之间 就是他 有心脏病 一直是在301医院 这个 加紧治疗 但是这次来美国呢 他也没放弃这个机会 因为 为祖国的民航事业考察 是不是 也为顺义的发展 取下美国的经验 所以他带病 就上了飞机 来了 到了洛杉矶以后 在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他就跟沈栋说 我胸口疼 然后沈栋就赶紧带他去 这个UCLA 这个加州的洛杉矶分校 加拿大洛杉矶分校 去检查 一检查 有些指标超了 有问题 有问题 当地医生 美国医生说 你得住房 你得休息 你得这个观察 他这个是出差途中 马上到拉斯维加斯玩去了 他怎么能休息呢 所以李学长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没去生 心脏病啊 发作了 那在大厅里 当场倒下 哎呀 沈栋当时就晕了 赶紧叫这个通知车 直奔附近的这个 急诊室 急诊室 那么这个时候 他已经昏迷了 李学长已经昏迷了 这个时候 一组美国顶尖的心脏科医生 给李学长 做了七个小时手术 给他做了非常复杂的 心脏大小手术 等他 苏醒的时候 躺在病床里苏醒的时候 哎呀 人家去拉斯维加斯考察的 团员们 朋友们 同志们 干部们 都已经回到了 洛杉矶 等在病房外面 等着问候李学长 然后就李学长 给这个 沈栋印象深刻 也是 可以说 沈栋结识的 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里面 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个 特别让他感动的一个 充满正能量 为啥 因为 当 这个 李学长 被运送进ICU 进了中共编户室 处于弥留状态 生死未明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了一个 神死恍惚的阶段 但那个时候 李学长 大吼大叫 对着一群 看不清楚的人 他说 你们这是一帮反党分子 你们简直是黑帮 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 我一定要摧毁你们 我把你们 每个人都痛打一顿 哎呦 那个时候 沈栋打新人的 觉得佩服 差点眼泪都出来了 原来 共产党里面 也有好干部 你看人家李学长 都已经不行了 最近郑重监护室了 时时刻刻想到的 还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 还是要捍卫党的利益 他就感到 十分的佩服 所以 哎 你看 通过这个事情 沈栋 巧妙的安排 应急的反应 都可以说是 无险可及 非常完美 救了李学长的命 所以他们一回到北京的时候 顺义区政府的人 每个人 不管沈栋去哪个部门 一见面 这些人先拥抱 沈栋 说 哎呀 你是顺义的恩人啊 你是顺义的恩人 为啥 因为你救了我们李学长 从那以后 李学长也把他当成 知交 当成白衣骑士 救了他的命 当时他只有五十岁 每当 哎 这个 李学长 再和另外的人 有部门的人吃饭 他觉得可能对沈栋 有用的时候 他就把沈栋叫来 而且让沈栋 坐在贵宾的位置上 男主女佣 坐在这个 这个 他的 左手边 左手边 然后 对沈栋本人 大家夸奖 同时也让底下的人 碰到什么事 你们得帮沈栋 帮他就跟帮我一样 哎 底下这些人 也都很会来事 既然这样 碰到有关的问题 都会帮沈栋一把 他们的机场项目 也比以前 推进的 要快一些了 但即使是这种时候 沈栋 也没有放松 对自己的要求 啥要求 那他吸取了教训 啥教训 不能因为 张阿姨 帮他搞定了 国家这一级的支持 成立了合作公司 搞这个项目 他就放松 警惕 轻视了去做 海关总署 发改委 顺意去政府的工作 那现在 李区长这么够意思 这么仗义 把他当成知己 把他当成救命的人 底下人都会帮他 但这个时候 绝对不意味着 你能放松 对底下这些人的工作 一定要加进尾巴做人 要谦虚谨慎 这样才能真正获得 来自最基层的这个动力 让这个项目 真正的顺利往前推进 所以 那个时候 这个谁 沈栋 就开始 有事没事 就来顺利区政府 赚友赚友 不光跟区长打交道 底下的科长 处长 相关副门的 负责人 办事人员 都和沈栋 处得不错 那些人都是一个毛子 刻出来的 啥 抽烟 在屋里抽到乌烟瘴气 沈栋就和他们一起抽 这些人 一辈子都 米列后顺意 沈栋就给他们 讲讲一些 有趣的故事 可能拉近和他们的距离 他通常几点去呢 你太早 去早了不行 早了你耽误人家工作 看着也奇怪 是不是 上半时间 来了一个人闲聊啥 五点半下 把你五点来正好 大家已经做好了 早的准备 又来了一个客人 闲聊几句就走了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那个这个时候还体现出来 沈栋对中国的 震惊民情 这个怎么做生意 这些套路 玩的滚瓜烂熟 中国最忌讳啥 最忌讳临时抱佛脚 你想起我来了 你下星期要用我了 你这个星期来请我吃饭 我还真不一定有时间 去吃你这顿饭 功夫要下在平时 所以你看 沈栋有事没事就来 顺意去政府转一圈 随便推开门 看里面有人抽烟 最后他就给他们一起抽 一块聊 一看旁边好吗 顺意今年新产的桃子 还没洗呢 他就擦不擦吧 大家一块吃 顺意的桃子 人家就开始瞎聊 没事 真的没事来找你 然后顺意上上下下 都觉得 沈栋这个人 你看 你要聊过羊 又这么有钱 他到这来就跟我是兄弟一样 打心眼里觉得 沈栋这个人 可靠 平易近人 值得帮他这个忙 因为这种行为 这种信任感建立起来以后 就能在中国 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 为啥 因为中国当时的很多 规章制度 是落后于现实发展的 很多地方 所谓的红线 中国的红线有个特点 你没跨过红线之前 没人告诉你红线在哪 只有你跨过去了 过几年他想起来想收拾你了 他跟你说 你当年踩了哪根红线 事实上 当时就没这根线 那这里面 有很多的灰色区域 那就是解释这道红线 还有这道红线 前后哪些是危险区 哪些是安全区 这个就得靠这些政府的这些官员 掌握实权的 了解政策动向的 甚至享有解释权的 就是啥是红线 多远多宽算红线 有解释权的这帮人 他要给你成为利益共同体 他要把你当哥们 他在帮你出主意 怎么办这个事情 才能代价最小 风险最小 收益最高 沈栋就通过 有事没事就跟他们聊天 跟上级下级中级 各级领导打好关系 才能把这个事情 完全推荐 才能办成 那么其实这一章的主要情节是这些 但是我还想在这里 多跟大家聊几句 为啥 因为这些天通过我们做这个节目 每一章我们给大家进行实时的解读 今天到了这一章 沈栋他的变化 大家不觉得这里面 不是突然而来的变化吗 那是他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个结果 就像马克思所说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总和 他所有的过去 他经历的事情 他想过的事情 读的书 都造就了当年当时当地的 沈栋是那个样子 所以他也往上能和温总理家人 能够谈笑甚欢 能够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 往下能跟顺义这些区长 处长 科长 职员打成一片 让他的生意往前能有进展 这不是装出来的 装是装不出来的 如果你咬着牙装 被别人看出来了 还不如不装 沈栋和段友红 之所以能构成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 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很好的组合 他能够担任这个公司的CEO 作为一个海归 能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 那是因为沈栋这个人决定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对前几天的 我的解读里面 提到南怀金老师的时候 很多网友表示不屑 一看这个小编 这个王茫瑞同志 素质比较低 你竟然信南怀锦这个片子 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告诉大家 如果没有南怀锦的书 如果没有那几年 就是这个沈栋 兵败滑铁炉 回到上海 修身养性那几年 没有那几年 他读的恐梦之道 没有那几年 他深度研读的南怀锦 还有这些佛经这些东西 沈栋不会取得后来这个成就 我这里不能展开了讲 只能跟大家交流一点 将来希望能有机会 专门搞一个节目 跟大家聊宗教哲学 这一类的话题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个事情 就是华严经里面 曾经有过一句话 华严经 他讲的是 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那这话怎么说呢 叫应以和身得度者 即现和身而为说法 那这个什么意思 那就是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 处在什么环境 就用什么环境里面 最适合的方式打交道 观世音菩萨有33个化身 其实不止是33个了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化身 那就是要以不同的形象 来面对不同的人 来跟他们进行交流 让他们认识真理 改变人生 离苦得乐 大家去很多庙宇的时候 也能看到 有的那些金刚是 这个金刚怒目 很凶 那也是 为什么 那是他要面对 根气很差 很凶恶 天天做坏事的人 当然你要凶恶一些 如果你面对 有根气 有涵养 有耐心 人家自己修行不错的人 那你当然应该是 念花微笑的那个尊者了 应该是一副 安详的一个样子 菩萨为了讲透世间的道理 为了普度众生 人家甘愿化作各种形象 从事各种职业 扮演各种角色 来化度众生 那么在《华严经》里面 甚至有些章节 观音菩萨为了救度 痴迷于肉欲 痴迷于男女之情的这些 圆圆众生 观音菩萨甚至化身做过妓女 来救这些人 所以大家奉劝大家 应该像沈栋先生 多少缺点精 那就是要加强自己的修养 很多时候不能用一个千篇一律的方法 来谈论一个人 更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好和坏 强和弱 善和恶 来评判一个人 在我眼里 没有什么贪官 也没有什么好官 大家只有不得不 那只有在这种时候 你把自己看成和对方 骨子里是一样的人 本性是一样的 只是人的机遇不同 高矮胖瘦 贫富 这些东西 都是后天带来的 但你本性是一样的 什么叫本性 什么叫自性 你看电视屏幕 不管今天演的是武打片 还是言情片 还是戏剧 不管是古装的 还是现代的 还是枪战的 你看屏幕上打的这么热闹 这么多面孔 这么多角色 这么多动作 其实你把那个电断掉以后 这些形象无非就是 那个电子屏幕而已 就是那个屏幕 刚才你看到那些情节 所有你以为的脑子里 想出来的那些区别 男女的区别 颜色的区别 情节的区别 剧种的区别 种种区别 都是幻象 没区别 本来那就是一块电视屏幕而已 所以只有有了这种 平常心 去掉一切分别性 像沈栋这样 你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你才能让别人感受到 你是真诚的来跟他交朋友 而不是说 哎呦 明天为了批这个章 你今天晚上就算24小时不睡觉 你陪着人家 人家也不感激你 就是属于这种 有事没事来转一转 聊一聊天 交朋友 而且真诚的去交朋友 替他人着想 你才会真正获得别人的这个共鸣 这个Empathy 这个共鸣 才能把很多事情往前推进 你看像这个李伟胜先生 这些人 像李培英 一个是顺义的领导 一个是首都记者的领导 人家你说来美国赌博 是不是对不对 但是不是考领导 很可能是个好领导 你看 这波 这个在美国做手术 花了30万美金 沈栋先垫上的 活了以后 顺义区政府反了他一半 报销嘛 对吧 人家能不谈的地方 他也不谈 还有李培英 李培英为什么 建起了 很直接的原因 就是他把首都机场 有限公司搞得利润太高了 引起了嫉妒 一个人如果又红又专 得知体美劳 全面发展 这种人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以来 就没有过 所以就像我的一个观点一样 一个人如果没有明显的缺点 他就肯定不会有明显的优点 一个人只有 在不管好事坏事上 他能显示出能力 他才能给社会 做出真正的实质性的改变 今天的节目 我们先说到这 下一步 沈栋和段有红的个人生活 也要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他们在生活方面 家庭方面 乃至商业方面的挑战 会越来越大 我们会放在下面 跟大家一一解说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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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